曲名字幕製作人 今天要繼續看N300的精彩回顧 翔哥從Peter裡面出來 在... 威斯里的後面 第六、第七名 小路也在附近 那還落到滿後面的耶 近個Peter而已 這鞋是套圈的 打出來是對EVO又來了 本次的主題 因為GTS重播Bug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每個人 到底... 就是... 近Peter的畫面 就是開進去而已 然後就... 就沒畫面了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找到底 大家是不是說近Peter 喔!翔哥內線進攻 超車成功 但是翔哥線往外偏了 兩台車交換位置 威斯里再一次回到前方 一個漂亮的交換 沒有發生任何碰撞 GTS這個...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就是它每一台車啊 在品牌中心裡面 都會有一個簡介 那... 我們就來... 看一下我喜歡的WRX GTS裡面的WRX是2014年的 2013年秋天的時候 發表的SOFARU WRX 是從原本IMPRESA 跑... 跑拉利的那個IMPRESA 裡面 獨立出來的 中階轎跑車 原本... 如果是高階的車款的話 它就會... 加上這個WRX 那現在它就... 獨立出來變成... 新的一台 那... 原本的... IMPRESA 修變成... 一般的轎車 這台車跟Levork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念 原本是使用相同一個底盤 不過WRX有特別強化過 傳動方式是... 4WD 搭載的引擎 就是... 速發路擅長的水平對握引擎 最大馬力有... 308P 最大扭力有... 3公斤米 車頭使用的是... 螺旋式LSD 車尾是... 扭力感應式LSD 動力方向盤是... 用油壓的動力方向盤 特別注重了駕馭的感受 我...特別喜歡這台車 如果... 有... 錢買車的話 會想要買 不過... 還蠻貴的 希望渺茫啊 比賽來到上一圈 同一個地方 翔哥... 能不能在這裏再次進攻呢 翔哥再度前往內線 這次連並排都沒有並排到 我覺得... 這位斯里這份車色... 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 蠻喜歡的 喔喔...牛了一下 差一點失控的感覺 這下超車成功 還升到第六名 外斯里剛剛出完的時候好像... 有開出去一點點 沒有照到 從那個... 動向看起來 雖然說超車成功了 但是... 距離沒有明顯的拉開 還是蠻近的 而且小路也在附近 說不定等著追上來三台一起鬥一下 啊... 嗚... 這個輪太深 好... 會斯里開出賽道 繼續被拉開了 沒有機會了 來到第四名的 我一定... 要追上我了 我這時候跑來第三名 前面還有一台車 目前還看不到 每次看到S1都覺得好危險 超成這樣 扭來扭去的過 好... 前面看清楚 那個應該是... 小潘潘的疾風 每次看到S1都覺得好危險 超成這樣 扭來扭去的過 好... 小潘潘的疾風 我們能不能追上去呢 我們能不能追上去呢 不要說追上去 感覺到後面的距離愈來愈近 好危險 大家都跑得好快啊 嗯... 搶第三名 我覺得我兇多吉少 來到中段了 S型彎 能不能在這邊拉開一點距離呢 似乎是有一點點效果 我來到這個灣馬上又被拉緊 而且我們看到小趴趴的機率 好像越來越高了 說不定能夠追上去三台一起 有一台車喔 步調好像比較慢 是章魚 章魚閃著雙紅燈 慢速前進 喔 我已經從右邊 內線進攻 啊 我直接給他撞上去 把人家撞出去了 我已經穩住車子摩著槍 開回賽道 但是超車失敗 我這個實在是太糟糕了 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撞擊 那時候看一個留言 就把我們已經撞出去了 可見開車要專心啊 一邊看其他東西 就變成三寶駕駛了 再來看一次 我聽到非常三寶的行徑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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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彎過去 把人家撞出去 把人家撞出去 現在已經來到了 第一次的減速區段 第一次的減速區段 感覺越來越有機會追上小潭潭 喔 我開出賽道 整台車跳動 明明悄悄的拉回來 差一點點 跟我已經碰撞在一起 好驚險啊 感覺我好危險駕駛喔 直線 兩車並行 一起轉彎 我的速度太快 滑出去了 滑出去了 救我的回來門 不行 一個大花 旋轉 撞出賽道 然後 退出了這場纏透 慢慢跳跳跳的開回來 差一點長到章魚的路 翔哥也猜這時候趕上來 衝我 跑得比較慢的我 從第三名落到第五名 再一次面對跟翔哥的對決 接著來換看看 EVO 這個GTS中的EVO 是2015年的最終版本 限量只有1000台 在8月20號的時候 銷售一空 最終版是用無數GSR版為基礎 提升了引擎的冷卻 提升到313匹馬力 43.7公斤米的扭力 然後還有很多 看起來就很厲害 我也不太認識的 套件 為了今天這款 特別的最終版 它的後車箱上 相有了最終版的標誌 EVO這個系列 隨著最終 我這樣開出去 EVO這個系列 隨著最終版的推出 那這個系列 就到這邊畫下句點 我自己是還蠻希望它能夠 再出現啦 因為我也是蠻喜歡這台車的 而且 WRX還在 EVO怎麼能少呢 是說我開成這樣 還好這個暖身賽 沒有扣分 不然在那邊扣到死 太誇張了 想個小滑一下 來到第二區段 這有機會追上咯 有嗎?距離有在縮短嗎? 似乎有一點 來到這個直線 下坡直線 順利的轉過去 在那邊 搖住了 搖住了 哇我踩到牆 人們拉近距離又在中被拉開 我總覺得這一次想喝的 入彎的步調慢了點 可能因為又快要到了第二次近戰的時間了 所以開始滑了 好大的差距 喔想個差一點點滑出去 我們都是四輪傳動 槍都要磨很快 有一點沒有煞車好 差距更大了 能夠在這邊返回一層嗎? 又是一次滑著入彎 這樣入彎真的很猛 那輪胎沒有問題嗎? 那輪胎沒有問題嗎? 再度縮短道跟上一次差不多的距離 差一點差一點 差一點就撞上去了 差一點跟小哥發生碰撞 最後的點速區段 最後的點速區段 這個路線不妙這個路線不妙 蹦 哇 又是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失誤 距離又拉開 對 看來這個時候 繼續決戰已經是 有困難了 這個距離好長啊 差好遠啊 喔我進戰了 第二次進戰 這邊 它只有我自己的可以顯示這個畫面 有一點可惜 覺得這個 GTS的 近戰畫面真的是 非常的帥啊 而且它近戰的流程也做得很好 那我們N300暖身賽的第三部分就到這邊 如果想推薦我們的比賽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互到粉絲專頁私訊我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其他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